这个木畜生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把衣服弄了 怎么这样 楼上呢 有点素质行吗 听声音 这是大学生啊 这么文明的词你也会说呀 麻烦你给我解释解释 啥叫素质 妈 回家 回家 人家欺负 欺负成这样 你就能忍哪 这太不像话了吧 这太不像话了吧 这完全就有缺德嘛 怎么了 别喊了 你看 我告诉你 这老娘们嘴臭着呢 不好热 咱妈也是 人家欺负成这样 她进去了 不告诉你 咱妈在文革时候那点事 都是她 添油加醋给传的 现在弄咱妈抬不起头来 连我都跟着 卧伙 站起来吧 好 家里没事了吧 小麦回去了吗 不回了 都不回了 啥意思啊 我们另起炉灶 单过了 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吧 先别管她谁的主意 反正家是回不了了 是不是你妈不让小麦回去啊 我告诉你 在你妈和小麦之间 你可要站对位置 这回是小麦的主意 我怎么劝都没用 这么说小麦的生意真做成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小麦刚开始摆地摊 还是我借死的钱呢 什么什么 你忘了上次注血金的事了 你知道啥叫低水之恩 当用权相报吧 要不是你 我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呢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小麦做生意争的钱没给你花过 那你想干嘛 还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事 你说你这个人 我不是把票都给你了吗 还要干嘛 帮人帮到底吗 追女孩子 你比我有经验 谁说我比你有经验 我跟小麦之间那是两厢情愿 你跟黄黎 他癞蛤蟆和天鹅的关系 谁癞蛤蟆呀 我也是堂堂正正大学生 怎么成癞蛤蟆了 行行行 就算你不是癞蛤蟆 反正天鹅肉 也很难吃到你嘴里 能不能吃到我嘴里 你说了不算 你给句话 帮还是不帮 帮 帮 我这会儿来祝你侨心之喜嘛 不错 这还是脱了你的福呢 太客气了 那我不是应该做了吗 话又说回来了 这叫什么呀 叫好人有好报 来喝水 知道吗 在北京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嗯 有啥不一样啊 浑身啊干什么都有劲了 我还想啊 等林牧大学毕业以后 我们就彻底搬出来单过了 所以呀 我得更加使劲的 卖力气的挣钱 哎呀小白 我说你现在为了林牧 你都快成财皮了 哎 不是你说的吗 农村人只要有了钱 城里人就不敢瞧不起 是不是 对 这话绝对没错 而且呢 这个这里 你确定约的是七点吗 是啊 怎么还不来啊 那我怎么知道 也许人家临时有事呗 好 好 谢谢 谢谢 5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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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了 那个女的可是我们那儿的一枝花 她们俩 那就一个郎才女貌 我们都羡慕死了 她有机会吗 那倒没有 那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呢 反正我明白了 妈 快快快 偷点吃 饿死我了 等你哥回来的 凭什么等他回来呀 我饿了就不能先吃点 你着急啊 那你去把你哥找回来 我上哪儿找他去 他肯定在那个女的嘛 这地址找去 他爱在哪儿在哪儿 你管他干什么呀你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去 我饿着呢 你找回来你也有饭吃 不是 去去去 我 我 妈 我哥这小日子过得挺好的 你这么派人去掺和有用吗 我跟你说 这都是那个娘们算计好的 想跟我争儿子 你说那个娘们啊 大字不识一斗 她想在北京站住脚 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吗 你哥呀 被那娘们给迷糊住了 一时转过来想 你哥糊涂我不糊涂我 我绝不会让那女人 阴谋得惩罚 小夕 只要咱俩把你哥给看住了 他们俩早晚会分开 你说我说的对不 嗯 妈 你真不嫌累 明白什么呀你 这两天我看你忙 学习累 人都瘦了 一会儿鸡汤多喝点啊 来 小麦 你先停停 你先停停吧 什么事你说 我教你啊 跳交易舞 你把刀放下 我才不学呢 什么 交易舞 你 你会交易舞了 你先把刀放下 什么时候先会的 现在大学里啊 现在大学里啊 都会跳交易舞 嗯 把这个手 放在我肩上 啊 那个啊 嗯 抬头 挺胸 嗯 这只手 啊 来 就这 你干什么 呀 现在大学生都会跳交易舞 你是大学生老婆 也应该学会跳交易舞 来 等等 好那个林母 我说你这两天怎么瘦了呢 我还以为你是学习累的呢 闹了半天 你天天跳交易舞啊 不是 这是一种 沟通 学习 交流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大家都要学 以后少跳点啊 别牢牢别人要 听见呗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为了这个家整天风力来雨里去的 你的好 屁股一抹就走人哪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呀你 我这也是工作 你要是不自己报名 人家能派你去啊 你这一走 可就是三年呢 哎 青海那个地方 你知道吗你 哎 就你这小身板 你受得了吗你 总比在家受你 受你 无所事事强 哎 你 哎 我可跟你说啊 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家门 就永远比想回来 你还真走啊 啊 你 大婶 你这又发的什么火啊 你看 又把大叔给熊走了 这个没良心的 他爱去哪去哪 死在外面更好 你看你 真是的 男人是自己的 要知道心疼 你还教育我啊 你先看好你自己的男人吧 哥 哥 林丑啊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妈让你回家跟你说事 是林丑啊 我饭都做好了 吃完了再走吧 不了不了 走了 我妈让我哥回家 跟他说点事 那我跟他回去 你自己吃吧 走了 看见没 这就是男人 说走就走了 从来就不把咱们女人 放在心上 我看你啊 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咱俩呀 谁也别笑话谁了 没关系 他们不吃 咱们吃 我今天炖鸡了 先就去拿你等着我啊 咱们呢 不靠男人 也一样能活得很好 是不是 今天咱们不说这个话题啊 来 喝酒 喝酒 我到北京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酒呢 我怎么从来 就没见你有个愁的时候 愁啥呀 愁能当饭吃啊 来 喝 喝 来 瞒上 大事 我小找你啊 商量件事 商量事 我想把你那两间门房给租下来 你要干什么呀你 我想开一个缝纫铺 还有洗衣店 哎呦 怎么想起来干那个呀 你没想过吧 你们家周围 有四所学校 这最远的呢 是三站地 最近的 那一抬脚就到了 那肯定有好多的学生 每天需要做衣服 洗衣服 对不对 那生意肯定好啊 我一间房呢 给你十五块钱 一共一个月下来是三十块钱 水电我自己付 行吧 这是半年的房租 一百八十块钱 你叔叔 我琢磨着 你就是练两个月的摊也挣不了这么多 对吧 那行 不过呢 嗯 我有个条件 你说 你要免费给我洗衣服做衣服 行 没问题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啊 把你们家的那个缝纫机先借给我 等我挣了钱了 买的新的我再还给你 你这都是早就想好了来算计我的 是不是啊 来 喝 喝 干 干了啊 我这次去外地采风啊 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回来 你爸呢 由你们三个人伦流照顾 听听没有 有 有这必要吗 三个人伦流照顾 你把大嫂叫回来不就完了吗 我再重复一遍 你们没有这个丢人现眼的大嫂 以后少给我提她啊 记住了 那怎么个轮法啊 怎么个轮法啊 你们俩一人三天啊 中午和晚上给你爸做饭 星期天呢 你大哥回来照顾你爸 妈 您这一碗水端得可不平啊 凭什么我们俩一人三天 大哥一天呢 你大哥学习紧张 哪有时间呢 那 那我们的工作就就不忙了 您这纯属偏心眼是吧 二哥 你们俩那工作性质啊 缺一个少一个人无所谓 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不 不你大哥不一样啊 那辣一堂课都没法补 就这么定 妈 别别别说了 就这么定执行啊 执行 水晶 别别 妈 我有困难 真的 妈 妈 别说了 我找他 你拿来 你拿来 我找他 你拿来 把你拿来 给我找他 哥 你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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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 别喊 哥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 连个女朋友都没混上 我的时间哪够用呢 我的贪量呀 我的工作呀 你说 你说他照顾爸 那这事我能帮什么忙啊 能 能 能 你把大嫂叫回来 帮着照顾照顾爸 这可不行 然后咱妈知道了 还不再把我妈死啊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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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绝对不会知道 这事只有咱们仨知道 不会往外说 哥 求你了 帮个忙吧 那这样 你能交十块钱 你也太狠了 你干多少活十块呀 我求你 两块钱怎么样 这可是你们求我 我还不愿意小麦耽误挣钱呢 我回学校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八块 五块 行吗 八块 我得了 六 来 走走走走走走 行吧 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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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我帮你们去求求你们大嫂 啊 这都干上了 那当然了 钱都交了 当然得早点开张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呢去了一趟街道 哎呦 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他们总算是答应了 哎 你得怎么谢我呀 你说 这个店呢是以我的名义开的 我要一成的分红 不过分吧 还说我会算计 你比我精明多了 是你说的一码归一码吗 行 没问题 不过 你得帮我招揽生意 这样的话 你自己可以多赚点 是吧 那倒也是 哎 小麦 我怎么觉得 我成了你的长工了 嘿 嘿 多转 嘿 哎 哎 小麦 这干嘛去了 来个人影找不着你 我干大事去了 干什么大事啊 干什么大事比挣钱更重要啊 哎 干的就是赚钱的大事 呀 又想折到啥呀 我开了一家缝人铺 和洗衣店 在艾大事他们家 我给他交了半年的房租 行 小麦 真有你的 哎 不对 那个什么 你这个摊就不摆了 摊我就不摆了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呀 以后你卖布的时候 能不能顺带着 帮我照亮点生意呀 那没问题 那包到我身上 哎 行 我亏不了你的 放心啊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意思啊 哈哈哈 行 那我还忙着呢 去采购采购 你在这忙着啊 哎 走了 哎 小麦 啊 以后用钱的时候啊 可以找我 知道 这么大的事儿 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种事儿你不用操心 安心读书吧 我看你现在是掉前衙来了 这鸭鸭你还管不管 怎么 你妈不让鸭鸭留在家里啊 哎呀 我们还不至于那么不通尽打理吧 我说也是 除了我 你妈对谁都挺痛情打理的 说正简单 今天 你跟我回去住吧 我妈出差了 家里就剩下 我爸还有鸭鸭 小夕呢 哎呀 好吧 大明儿起 白天我照顾爸跟鸭鸭 晚上正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在家住 怎么说你答应了 哎呦 我的好老婆 哎呀 行了 我知道 那好听话不要钱 爷爷爷爷 看我的新衣服 哎呦 真漂亮啊 这回我们鸭鸭啊 都变成北京的丫头了 是不是 连居家的小孩 再也不会查瞎我了 爸 这两天您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哎呦 有鸭鸭陪着我啊 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他给您添麻烦了 哎哪儿的话啊 要没有鸭鸭啊 平常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好 以后我天天回来陪你说话 不用了 不用了 有鸭鸭就行了 哎小麦 你坐 坐 爸 我开了一个裁缝铺和洗衣店 以后就不用天天出去折腾了 可以回家陪您了 好啊 好 这个生意好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爸 这事我还得谢谢您呢 谢我啥呀 当然了 如果不是您 别说干这个 我早会小洗钩了 哈哈哈哈 要说谢谢啊 那我该谢谢您 是您让我们这个家 有了个家的样啊 小美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永远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看看 刚好 合适 小美 我可是跟你把丑话说到前头啊 你这个店啊 不管开得起来开不起来 你那个房间 我可是一分钱都不会推给你的 哈哈哈哈 艾大婶你就放心吧 您啊 天生就是一个做收余利的人 等着收房租啊 东生 他做衣服成不 哎呀大姐 那我介绍没问题 放心吧 到我身上啊 他这么年轻的 能做不 大姐 话可不能这么说 没有这个金刚钻 我就不懒这个瓷器活 如果这个衣裳给你做坏了 料子我照赔 大姐 听说没问题没问题啊 听见了吗 放心啊 再拿头试一声 行 这就对了 好了 我要几天去 三天 那好 谢谢你啊 好 慢走啊 大姐慢走大姐 谢谢啊 放心大姐啊 好 大姐慢走啊 我就不送了啊 放心吧 好嘞好嘞 慢走大姐 我说小白 你可真敢说啊 还坏了赔意料 拿啥赔啊 连你都不相信我 你还给我介绍客人来啊 我不是说 我说你以前吧 在乡下 那也就是做褐子啥的 你这是城里人 也穿啥款式啊 你可别小瞧人啊 那小夕的衣服 我好看多了 没啥男的 嫂子 你咋来了 我咋不能来啊 跟您学习一期呗 刚开张啊 有模有样的 挺好挺好啊 那这位就是李牧的弟弟吧 这是你哥插队的同学 蒋东升 说蒋东升 蒋东升就你啊 幸会幸会幸会 老提你 你说你这个老在我嫂子身边 这个醒醒不离的这个帮忙 辛苦了啊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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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那我还有点事啊 那你们聊着 我先走了啊 别 别 别走了啊 聊 聊 聊聊天 走了 找我有事 爸让我来看看 说嫂子这两天 跑来跑去的 挺辛苦的 心疼了 说你这儿有什么活 让我帮着干点 嫂子 有什么活你就吩咐我啊 我这儿能有啥活啊 你别客气 我都来了 我帮你把弟嫂子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耍贫嘴了 行了啊 今儿个呀 我也早点回去 回去还得给爸扎针呢 走 咱俩一块走 好嘞好嘞 他没买票 哎 你的票呢 他一上车我就盯着 他和我们一起在这儿 哎 给我加油啊 哎 站住 哎 给我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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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早退 他没买票 他没买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你瞎在这儿追你 他买票那钱也不往你兜里放 你着什么急 车没到站你就下来了 这还得等车吧 还得买两张票吧咱俩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咱 咱怎么说话呀 真是的 你又碰上一横的 掏把大刀子 你又不愿意了 什么都没见过事吗 还能给我些事吗 去 你们城里人真是 这逃票的逃票 不管的不管 还不如我们农村人民 你还有理了你 林聪 嗯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一直想知道 爸的腿是怎么伤的 我哥没告诉你 没有 嗨 他从楼上跳下来 把腿摔肺了 跳楼 嗯 为什么跳楼啊 就是因为说了句真话 一句真话 他为一个学生说了句真话 也就是说了句公道话 结果就拉出去批斗 还剃了阴阳头 我爸心眼小 没三天 就从楼上跳下来了 这老头真够绝的 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阴阳头是我妈给剃的 谁能想得开啊 这你妈为什么要给她剃啊 画情界限呗 最后也没画干净 还是给拉出去批斗了 我说他们俩的关系 怎么老是觉得怪怪的呢 怎么这样 我妈这人太咬强 就为这个事了 他们俩心里都有疙瘩 阴阳头 你说 那爸的腿要是治好了 他们俩的关系 是不是能融洽一点 这么多年了能好得了吗 再说了 这么大岁儿 就这么活着呗 这人活着不怕 就怕赖活着 咱不能让爸这半辈子 都在床上躺着吧 对对对也是 是是是 林沐 黄霖 星期六晚上 中山公园门口见 不见不散 那个 黄霖找你什么事啊 没事 到底什么事啊 林沐 你要注意影响 哎呀 我这腿都这么多年了 我看你也别白费劲了 你忘了 上回我给您扎针的时候 您还有感觉呢 还说疼 说明啊这条腿没有坏死 哎 其实腿好不好都没多大关系 关键是人心不死啊 啥意思啊 你不是总爱说 人活着得有个目标吗 哎 教授就是教授 说得真好 嘿嘿 在学校啊我是教授 可是过日子啊 你才是真正的老师呢 哎呀 你可别夸我啊 什么老师啊 爸 你的腿动了一下 嗯 真的 我怎么没感觉啊 哎 爸 您还记得那个老中医吗 明天咱们找找他 让他看一看 没准能治好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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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爸 我说的怎么样 连那个老中医都说啊 您这个腿可以治好 有希望 哎呀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以后天天晚医院跑 谁受得了啊 哎呀 这事就交给我了 你就放心吧 哎呀 你整天的忙啊 你还有你自己的事 你就先忙你的事吧 等林沐他妈回来再说吧 您还跟我客气 我是谁啊 我是您儿媳妇 伺候您都是天经地义的 嗯 我忙去了 您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啊 我爸这两天没人照顾 我就帮回来住了 林总和小夕呢 他俩忙 我爸我一个人照顾就行了 这帮没出息的东西 哎 你回来了 哎 回来了啊 那您先歇着 放好了我叫您 哎 哎 还真拿这儿当自己家了 本来就是人家家呀 嘶 好啊 趁我不在家 你想让他篡门夺权哪 篡什么班 夺什么权啊 这家里有什么呀 哎呀 人家这时候来帮助你 你应该感谢人家才对 我感谢他呢 你知道他这叫什么吗 这叫笑里藏刀精神侵入 他呀 他就想让咱家人慢慢接受他 我还不知道他这点心思 你这么说可就不讲理了 你看看林总小夕 哪个是顾家的人 哪个能操持这个家呀 这些日子要不是小麦 那这个家和我还不知变成什么样呢 好好那我谢谢他了 那我现在回来了 不麻烦他了 他可以走了 不行 小麦不能走 他是林家的儿媳妇 那名正言顺 他就应该住在这儿啊 他应该 生死 我来吧 你不要回来吧 我还没老到动不了的东西 你这个文盲 破妇 你还有没有那儿社会功德呀 怎么了怎么了 你叫他呢 拿着破妇 弄我一头 你出来了你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看不见呀 你眼珠子瞎了是不是 你怎么出来了 是不是一听打架 你们农村老娘们 特激动特兴奋 你快回去回去去 走 没胆子 去 什么 这么多年楼上那个女人 就欺负咱们家呀 哎 跟这种人啊 没法讲理 回头让人把梁台封上 不就行了吗 那不行 得给她点颜色看看 要不然她真的觉得 咱们家是软柿子好捏呢 你老实给我待会儿吧 有你什么事啊 我们家自己的事 我会解决 该干嘛干嘛去 少在这儿起哄家言子 喝点水 谁呀 我杨文采 谁 干什么 看你这架势 是想来打架 我不跟你打架 我跟你讲道理 我请你以后 不要在阳台上晾吨布 你那藏水都流到我们家去 谁晾吨布了 我可没晾啊 你没晾啊 那我进去看看 凭什么 你以为你还是造反派呢 想进谁家就进谁家 你这叫私闯民宅 严重的扰民 你知道不知道 你是在犯法 你才扰民呢 我怎么扰民了 啊 太不要脸了你 哎 干嘛 大知识分子 你也不能太要脸了 下一次头上再喷了污水呀 先别着急的洗 上我们家来 我给你修理修理啊 要不行呀 咱们也退个光头 好喜呀 你简直太不要脸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 呸 你咱们也退个光头 好喜呀 你简直太不要脸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别去 你别去 要不是你 我们家能被人欺负啊 能被人瞧不起啊 我搞定你要再出去 给我丢人心来 你就别去我这个家门 哎呀 你 你看你 你家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别人都骑在你的脖子上 拉屎撒尿了 你还礼拜不分呢 你还挨面子呢 面子能包脚子呀 行了 你也别哭了 这事交给我了 你看我怎么治他 哈 你别人去 你别人去 杨文财呀 嗯 他没有防着我 一心都给我倒了一脸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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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没王小败 你 我是 我是什么我 哎呦 你来你来 你再来 你再来你 我跟你没完你 你下来 有本事你下来呀 还跟我动手呢 你骨头还没长齐呢吧你 啊 有本事你来呀 我告诉你 你以后再敢欺负我们 给我们家活水 不要这么收拾你 你要是以后再敢欺负我们家 给我们家泼脏水 你小心你那事批 收拾完了 哎呀 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原来也是个草包 这门啊 就欠收拾 看你看你钱 再得意劲 这回你可露脸了 成名人了 不是我说您哪 这过日子不能像您这样 这对自己家里人 横眉冷对 对外头人像个草包 你得对家里人 和蔼可亲 对外头人得狠点 该治的时候就得治 要不然人家还以为 咱林家没人了是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横眉冷对了 我还 我还草包 我什么时候草包 阿姨 我做做做饭去 会不会受个环子也跑过车 我给你 真贴气 乡亲们 同志们 你们快出来看看这个不要脸 那怎么是欺负人了 信仰呢 你给我出来 我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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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伙给平安理 你看这个人欺负人 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欺负人 你有啥了不起 你以为你们家出了个大学生 就了不得了 还不是娶了个农村媳妇 还带着个脱油瓶 这叫啥 这叫恶油恶爆 你们知道吧 新洋子 你给我出来 有本事你出来 你没本事了吧 你不敢出来了吧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有本事你给我下来 你靠他不死了 你的嘴 你算老几 你给我把杨文彩叫出来 你看我不八脚的几层皮 杨文彩出来 你 我让你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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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知道你的容颜 是那么娇艳 是那尘土掩盖了花的初恋 谁会知道小草眼神到睡眠 让那老花脱起那你的笑脸 谁会知道风的牵挂 让那往事闯颜 迷途的心 要因此改变 谁会知道水的诺言 会让天空变脸 会让天空变蓝 心里拥有的事总会实现 一路走来你把心酸走遍 一路走遍 一路遍遍 一路遍遍你把终枕默念 一路遍遍你把终枕默念 一路走来感动了情愿 永恒了世界 一路走来你把心酸走开 一路变迁你把重振抹念 一路走来感动了情愿 感动了情愿永恒了世界